名詞子句做點點點的時候到了 我們有一個用法叫it is time 後面再加上一個字英文叫lat子句 稱之為叫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到了 可是你要小心注意一個地方 it's time 你後面的子句一定要寫過去式 因為這是他的考點你要小心點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例句吧 number one it is time lot you went to bed 你上床的時間到了 number two it is time of lot we had a party 開派對的時候到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注意it is time 後面就是要加上一個字英文叫lat 過去式句這樣就夠了 那問題繼續往下產生囉 老師難道只有這樣的寫法嗎 其實我們英文最難是難在在於 它有一個叫做改寫的方式 你除了可以寫lat子句以外 你不要忘記哦 你也可以改寫成it is time For某人圖圓V 我再講一次 你也可以改寫成it is time for某人圖圓V 也就是第一題 上床的時候到了 你也可以改寫成it is time for you to go to bed 這是一樣的答案 那第二題 我們開派對的時候到了 你也可以改寫成it is time for us to have a party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概可以得知到一個理論是這樣啦 你今天要嘛就是幫我寫一個字英文叫 alist time 後面加lat的過去詞句 幫你給我寫alist time 後面加formal人圖圓V OK 那沒有問題繼續我們往下來看一下其他的延伸部分 做點點點的時候到它有一種固定的搭配詞的用法啦 舉例來說 欸老師什麼叫做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到了 不就稱之為叫做 喔已經到了我們的高峰期了 是你人生最高光的時候到了 有一個字英文叫高光的時候 人生的高峰期的時候到了 那個字英文叫it is high time 所以it is time就可以等於it is high time 那是一樣的答案啦 或者你也可以寫成正確的時候到了 欸現在就是正確的時候 所以你也可以寫it is right time 這是一樣的答案 那你也可以寫大概時候到了 有一個字英文叫大約跟大概 你可以寫叫it is about time 也是一樣的答案 或者你也可以寫適當的時候到了 你可以寫一個字英文叫it is a proper time 其實基本上以上這四個字都稱之為叫it is time 只不過我們會固定在前面寫一個形容詞 讓句子看起來比較有豐富性一點點OK OK OK OK